叫管理的思维 其实做任何事情 都是人做的 它主要就靠着一个思路 你这个逻辑 有没有理顺 观念有没有通 这个通也可以带着气血通 然后身体的两变通 那这三通做到了 这个精气神 还有什么不好的呢 运气什么什么 心态精神 全都满满理顺了 需要一点时间而已 那这个管理呢 有三种思维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一放在了中间 二在下面 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从最基层的开始 小学我们都会学 孩子都会说 这个是错的 那个是对的 老师这样教 我们也都是这种观念 所以这个叫一刀切 One cut 这个呢就像西方的这种思想 做事儿看上去是一刀两断 快刀斩乱麻 很痛快 很潇洒 但结果呢 伤敌一千 自损八万 这种思维啊 往往是基层所运用的 这是最low的 最简单的一种思维 而现在 却什么都认为他们 好 那你回到小学 这个有没有好处呢 当然有好处 它是非分明 对吧 在什么时候用 在做了一个A方案 或B方案 当你整体考虑过之后 你决定这个A 更长远 有效 安全 那就选它 那这个时候 B 一路的风景 我们就不要再看了 跟你就没关系了 不要再纠结了 所以这个基层过后 那就中层 中层呢 就是日本管理了 一个国旗 一个大饼 糊里糊涂的 脑子跟江湖一样 那有什么用呢 在执行的时候 执行的时候 就好像一个军队 军事化管理 你看他们这个 不光是他们 还有这个德国曾经 太黑了 这个 军事化 马首是战 一定要 团结 自己的部门 所有的这些人 执行嘛 行动力嘛 统一战线 我敲鼓 就要前进 明进就要撤退 这是命令 所以这种 就是在执行的时候 一定要听从指挥 那他 本身是是非不明的 不管对错 兄弟们吵架 干完了再说 管他谁对谁错 这就是 这个时候 要用 而最高的呢 看到这个背景 又是个太极 一定是中国 在做一个长远的规划 这个决策层 最高领导 做思考的时候 计划 一定要 两面都考虑 整体都周全 长期的 五年计划 十年计划 那计划怎么样呢 实际上 这个是非 是很难明的 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样 但是也要这样去做 因为只有进口量的 信息量的 这些 数据的前提下 做一个分析 整合 人他是很局限的 你不能让他 什么都考虑得到 能考虑五年十年 已经很了不起了 所以 这个高层 最终 这三个都要用 好不好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这个西方的 这个二分法案 很多人还在这样想 问题